人力部第二部长杨立明表示 政府不会在短期内 大幅度调整外籍劳工政策 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也指出 本地目前的女佣供应充足 但是在未来有可能面对 人手不足的问题 赶记者红宝玲的报道 人力部的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6月 本地有137万4900名外籍劳工 比前年12月少18100人 人力部第二部长杨立明表示 调整公司营运模式 可帮助企业应对人手问题 有一位餐饮业的老板 企业家和我在聊这件事情 然后我问他 你是怎么样地去应对 他经过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 他发现其实行得通 他竟然能够成功地 让三个员工处理每个店面 杨立明透露 实际上企业希望 外籍劳工政策保持稳定 每一次的调整 他们都必须重新地去策划 他们的这个工作 所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我看也能够为商家带来一些好处 数据也显示 自2012年以来 本地外籍女佣人数逐年增加 去年6月达24万3千人 而目前13个外籍女佣来源国都在亚洲 可能有一天会有一些外籍女佣 她们在自己国内也能够得到相当不错的工作机会 她们会不会因此就决定不到国外去当女佣了 到时候我们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为此人力部去年9月推出为期一年的 家政服务试验计划 允许15家清洁公司 从多4个国家引进终点女佣 请不吝点赞 订阅